从中国官方舆论来说 它毫无舆论 那个疑问的是 站在俄罗斯的立场 哪怕中国有太多的 受俄罗斯欺负的那种历史 在意识形态 为先导的这种划分下 中国自然而来 绝对不会站在西方这一边 更何况是被看作 是友好国家的俄罗斯 它完全就是以阵营 来划分 是没有是非的 它讲的就是只有阵营 没有是非 那你比如说 那个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的 新京报 它的一个视频新闻 叫做四面 它就在微博上 公然就公开了一条编辑方针 就是对额不利 亲西方的不发 它就有限制性的 所以你们能看到的 可能都是经过 已经官方过滤的一些信息 就老百姓当中 或者说有一些对俄罗斯不满 对侵略反对的那些声音 被压下去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节奏下 我自己都深有感受的 我在自媒体发的文章 如果比较偏向于乌克兰 或者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内容 文章退流 它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在西方外界来看到的 可能那个不一定是一个真相 那么今天这个中国民间 我觉得我自己看 就是在一些小群的交流当中 像那个微信群的小群交流当中 绝大多数的网民 是那个有是非 判断有判断力的 那尤其是对侵略者 我觉得评估网上的言论 反对入侵的应该是占大多数的 那对入侵者 如果说是定义为入侵者 侵略者的话 我想没有多少人 除非那些激进的 那些狂人会叫好的 大部分人是反对的 所以有人也会在网上 在群里边 直指那些好战的 和对乌克兰 就是发侮辱性语言的那些人 大多数人是并没有跟着官方去走 所以官方它是支持 那个也没有 就是一定是要用封号什么 但它对文章的推流是有控制的 因为比如说 那个有关收留 那个乌克兰美女这样的言论 这个发出以后 微博抖音等平台 后来就开始打击了 那个打击这样的一种言论 甚至于官方这个媒体中心社 那个昨天也呼吁 对战争要理性发言 切勿做那个个案关火 低俗看客 所以这个在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个战争当中 我觉得中国即使官方 它也有明显的燃烟自营 它是一种被动的